修改的部分的話,我們大概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地方的位置 我把它取一個參數名稱叫ITOP 然後第二個參數就是column column的話,藍的名稱 比如說原來是什麼?B2 所以變成我前面這個名稱 我必須要用一個B到K 將來的話這個名稱變成要把它改成 再來就是改成B 現在第一次B藍,第二次的話就是C藍 一直到K 可是特別注意,這個地方的話是一個文字不是數字 所以要怎麼樣把一個數字 才能把我回圈嗎? 改成丟過來是一個文字 那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是我自己用一個想出來的方法 就是我將來的話在主程式怎麼呼叫呢? 我就是for i,不是for i 橫向的話是for j j的話是從2到11 那因為2到11的話,特別注意喔 這個j是數字啦 可是將來我要丟過來的話是一個文字 那變成說我要把數字改文字的話 那我就在上面加一個字串 等於呢 Col這個等於 A到K的文字 那我call它的時候呢 我就在這邊加一個mid 關鍵在這裡喔 mid有沒有,我要抓第幾個字 比如說我現在呢 抓的資料 assim抓Col 逗點 第幾個字呢 第追一個字 抓幾個字 抓一個字 那如果我第一次跑第二欄的話 有沒有 他就抓到剛好第二個字 有沒有 這個的第二個字那就b了 所以將來這個假設追等於2的時候有沒有 那這裡面丟過去的資料呢 就會剛好是b 如果再來追等於3的話 那剛好丟過去等於c 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吧 這個是我想出來一個巧妙的方法啦 因為這個方法的話 主要是解決什麼 因為你要的是文字啊 可是你回圈只能用數字啊 那怎麼辦 用這一招解套 這一招還 我覺得應該已經算是最簡單的方法了吧 如果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歡迎再告訴我一下 這招應該還蠻巧妙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iType的話 這個iType的這個變數的話 預設值等於0 預設就從上面開始 那高度是140對不對 所以下一個的話 我就一律把它加150 為什麼加150 因為剛好是中間間隔10畫下一個 有沒有 中間間隔10畫下一個 這樣的話呢 它才會有一個間距 不然的話它全部黏在一起 看起來不好看 OK A是類推 所以再來的話先幫我畫B欄 所以B欄的資料丟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 下一個的話150 然後Column的話是C的 所以C的部分的話呢 看一下齁 理論上先建議一個什麼C 等於是水平的部分是日期 所以A2到A的46 我的是46啦 如果你們這個數字 如果假如抓的跟我放的不一樣 可能要自己改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C2到C的46 這是資料部分 人民幣的部分 人民幣對台幣的部分 現在的話呢 少一個標題 所以再來把標題補上去 標題補上 有了 人民幣對那個什麼 新台幣 然後把這個拿掉 OK 自把他變成12 這個HAVELUGIN 這個把出力拿掉 OK 大家OK了 然後換下一個 其他都一樣 所以我就讓它全部跑完 有沒有 一下子 大概沒有幾秒鐘的時間 不用秒 大概一秒鐘的時間吧 每一個每一個 馬上可以看出有沒有 最近那個波動的情況 有沒有 美元對 英鎊對美元 好像全部都是 往上 往上的好像大概 對港幣吧 特別 往上 然後人民幣往下 OK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不同匹別的話 像新台幣意思 應該是走深 有沒有 我們跟人民幣好像 他們最近有漲上來一點點 所以每一個匹別 馬上就可以看出不同的差異啦 那我只是大概先畫一個 怎麼樣 比較簡單的從上到下 可能我同學說 老師那我以後想要畫 就是怎麼講 更複雜一點的 比如說左邊三個 三排、三排、三排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就把那個另外一個850那個數字怎麼樣 再change一下 只是那個邏輯自己再改一下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希望把這個圖 不要放在同一個工作表的話 沒關係啊 你可以開另外一個敘詞 你就把圖放在另外一個敘詞裡面 有沒有 那城市跑完 哇 另外一個敘詞全部都有啦 所以其實喔 我是覺得用這一招 甚至連Power BI 其實有些地方 直接拿這個來用就好了嘛 OK 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會把剛剛我寫完的程式 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這個是主程式 這個是傳遞的 那裡面有個地方比較特殊 就是它一定要用New Serial 一定新的數列 那前面其實我是用什麼 Set這個Source Data 因為如果你用Source Data的話 它就不能做那個中間斷開的 你比如說我A到B欄OK 那A到C欄 它便能把B欄也帶進來 如果用這個方法 所以後來為什麼我把它改成用 那個New Serial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想要中間 個別的資料 個別單欄的資料 你只能用這個方法 不能用上面的方法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是 利用那個奇交所提供的匯率資料 其實裡面我覺得 也就可以針對那個歷年來的匯率喔 我覺得它這個資料算是非常完整的 美元對新台幣 上面好像有超過10年以上的資料 好像2006年到今年為止 所以大概有14年的資料 我想應該相當完整 好